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我相信在整个神学和真理 这么多个课目当中 主基督是一个罪剧争议 实际上 自古至今 耶稣基督是谁 都是一个比较具争议性的人物 直到21世纪 达文西密码的主角 仍然是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就要来去看一看 到底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谁 为什么我们要认识主基督是谁 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三节 他这么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猜例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这句话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震撼的理解 这个理解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真真正正成为基督徒 是必定不可以缺少的一件事 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 第二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我们就不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来得救 第二我想很重要的 为什么基督论是一直以来被神学家评为 这么多个不同的系统神学里面的基石 是门徒信仰的基石 是基督教你可以这么说 分辨二端真理最重要的其中一个课题 你可以说甚至是最重要的课题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所有其他的系统神学 你发觉到 绝大部分和基督论是有关的 神论 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 我们的神论一定有偏差 三位一体肯定是有偏差的 第二 救恩论 基本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他的死和复活而来 所以不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的救恩论一定有问题 第三 教会论 教会论也都是跟耶稣基督息息相关 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我们就是教会的身体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不认识耶稣基督 教会论也出问题 末世论 我们可以这样说 末世论其实就是说 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间有关的 如果末世论 在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那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 这个末世论肯定是错的 是异端来的 是因为这样 当我们留意去看到 那么多不同的系统神学 甚至我们可以说 圣经论和耶稣基督都是息息相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认定圣经是神的话 最重要的一句 就是耶稣基督 他认证圣经是神的话 好了 我们现在就试一试看一看 到底历史上 如何认证耶稣基督 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呢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今天历法上的纪元 公元前公元后是怎么来的呢 按照历史我们很清楚知道 原来公元前公元后 是根据耶稣基督的降生而来的 这是历史的事实 是没有人可以推诿的 BC是before Christ 是基督降生前 AD是annodomini 就是在主降生的一年起计 从这样里面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 原来今天2010 或者去到2011、2012 原来就是由耶稣降生的时间 来开始起计 第二 那些最著名的人物和历史学家 都说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 若失夫 是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 他在他的犹太古史里面 非常清楚讲到 耶稣是历史的人物 在他的犹太古史里面 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出了来 他说在那个时候 有一股新的麻烦例 就是那个聪明人耶稣 他能够行歧视神迹 又教导其他的人 不少人喜欢接受他那套奇怪的道理 他迷惑了很多的犹太人和希腊人 这个人就是跟那些跟从者所指的基督 当时彼拉多判他有罪 钉他在十字架的上面 那些爱他跟随他那些人 没有因为这样而罢休 因为正如他们所说 他第三天復活 并且向他们显然 有很多的先知 都曾经预言到他的復活 并且有很多有关他奇怪的事情 直到今天 仍然有不少称为基督徒的跟随者 仍然宣扬他 这一段的说话 玉石夫是非常清楚指出 和他同时代的耶稣基督 他一切的传闻是真的 第三方面 我们都看到历世历代的历史 特别是有关中东的历史 他们是不会隐藏有关耶稣基督的记载 全世界的历史 都会记载到有关他的生平 另外 甚至一些不信神的无神论者 竟然是称耶稣 为革命的斗士 是人类的香花 接着 我们看看一些节期 圣诞节是纪念哪个的降生 是人都知道 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 復活节是纪念哪个的復活 是人都知道 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復活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 十字架本来是一个很羞辱的刑具 但是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将它要来做装饰 为什么成为颈链 一个最重要的装饰标志 为什么红十字会要用红十 医院有十字 然后接着那些坟墓 有永生的盼望那些 为什么都是跟这个十字架有关 我们甚至说到 博爱 是人都会提及到十字架 为什么这个刑具应该本身 就是现在的搞形台 但是它竟然变成一个 世人都向往一个这样的装饰品 一个纪念的东西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 最后 我们说到耶稣基督的空分 所有历史的古迹 都一致认证 耶稣生平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